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在新闻的详细内容 2月28日下午 省政府召开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 部署新一年的反复仓廉工作 会议指出 担好政府廉政工作 关键要名权责列清单 速公开 以建设化自政府 透明政府 诚信政府 效率政府为目标 坚定不宜感 情致腐败 会议指出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力度的推进 各级政府廉政工作责任重大 各级各部门 要恕立团队精神 扩守规矩办事 坚持后率至上 勤勉进责 勇于担当 用结果说话 为改革发展和反复仓廉工作 提供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对于今年的政府廉政工作 江门市政府提出 要通过放权限权 坚定压缩打掉权力尋租空间 一系名权责 坚持市场市市场定 社会市社会建 政府市公平办 厘清市原镇村权责利关系 市一级仲在统筹监管协同 其次鲜明地 说立三区四市 是经济发展的主展场 一家陆产业园区 是主镇地的理念 明确镇街 是社会治理的主平台 全社区是社会公共服务 及抹销和装断 二系列清单 以清单管理模式 全面压缩行政审批自由财量权 抓好权责清单 负面清单 审批清单 监管清单的编制公布工作 三系速公开 用好用活 中国桥都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网络资源 统筹形成同一对外界政府 发布网站 重点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纳入三支管理平台进行交易 利用12345政府服务热线 官方微博 推动航风平以常态化 本期记者张志强报导 今天是全市中小学校开学的第一日 全市十万多名中小学生 高别寒家 重返校园 迎来了春季新学期 早上七点半 新年中学举行星期二升 同新学期开学典礼 全后49个班级价 二千多名初中生参加 学后希望同学们调整好心态 尽快进入到正常的学习中离 要求每一位教师精心备课 通过课堂 来信终安定学生的情绪 让学生尽快进入到学习状态中离 根据市教育局的安排 开学第一日 全市各中小学校都精心组织开学典礼 以举行第一次升旗二升 上好开学第一课的迎升 开展对学生的爱后荣耀 文明礼仪 后纪后规 安全防范教育 新学期 我市将继续落实三个严禁 和三个严禁规定 严格执行课程计划 认真持教学常规管理 严格执行学生作息制度 切实减轻学生的重货业负担 严格教育收费管理 坚决杜绝乱收费行为 严禁义务教育阶段 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班 实验班 严禁折假日星期日 违规加班补课 严禁在职老师进行有常家教家阳 同时 新规定禁止在职的老师 收受学生及家长例品赖金 本体记者林斌报导 日前 市教育局在网上公布了 2013至2014学年度 全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评长结果 据了解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评长 是市教育局同市体育局 以整体办学水平 竞赛成绩 输送成绩等为依据 对学校一年来的办学情况 进行检查评估 总结评长出来的 其中 台山一中 华桥中学 培英职校 水部中心小学 端分中心学校 北斗中心小学 获得台山市 排球传统项目学校评长一等奖 台山一中 台山桥中 台师高级中学 新宁中学 台城中心小学 端分中心学校 获得台山市 田径传统项目学校评长一等奖 台城二小 获得台山市 冰冰球传统项目学校评长一等奖 新宁中学 获得台山市 羽毛球传统项目学校评长一等奖 此外 中评选出10名 台山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进个人 全市35间传统项目学校 在面向全体学生 开展经常性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增强学生体质 开展课如训练 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发现 培养和输送 体育后备人才等方面 为我市体育事业的发展 作出了贡献 本体记者林彬报导 被受市民关注的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于3月1日开始实施 业内人士分析 实施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是一种进步 长远来说 更利好楼市 对一些百姓和房企担忧的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后 房价会被拉低 会让原本就库存高企的楼市 雪上加上 业内人士分析 典其内 不动产登记 并不会令到大量的房源 脱入到市场 从而拉低成交价格 从长远的影响来看 不动产登记 对楼市的影响是利好的 因为不动产登记制度 不单止名识和保护产权 便利和保障交易 同时都为扣建全国 统一市场打基础 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落地 标志着房地产 进入到全量调整阶段 对市场需求 能够得到更深层次的把控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 不动产登记 它主要就是为了 以后长远的房产税开征 做准备 第二 就是不动产登记 它是要理清 这个产权的一个问题 那个也是打击 一个投机客的一个措施 但是对我们 在我们这些三四线城市来说 基本上没有什么投资客人 我们都是更深的一个思想 开发商们认为 实施不动产登记 是大势所趋 从长远来看 更有利于楼市的发展 国家通过横官调控 可以下调个高价住房用地税库 减并流转交易 还折税费 实行阶梯化征收等楼市政策 实现对普通民众的 基本性住房 免征或小征税库 调节贫富差距 从而让更多 高光性需求的客户 买到自己对的楼 普通产登记制度 对相应的这些农村的一些农民 是一种保障跟提升 某种程度也会为土地流转 提供一些政策上的支持 让他们能够有一些资金的收入 然后能够用这种收入来改善自己的居住房间 本地记者张志强终于报导 新春街截是楼市销售价黄金期 记者走房额四几大楼盘得知 受到2014年底 国家各类楼市新政影响 改善型江衰客户成为春节主角 每年的春节 随着回乡县、华侨县和本地江衰客户的叠家 再加上春节残家 升合一家大小一起看楼选盘 因此 为了吸引这些潜在的客户 不少个楼盘都写出运身解数 大打各类促销牌 八八战 送物业费 一万、底三万等各种优惠层出不穷 有个楼盘个别楼层 还打出了三字头的销售价格来吸引客户 从市房产网统计来看 整个二月份 往市网上签约的商品房中数是273套 面积近三万平方米 今年春节来访的客流量比较大 应该说是以往年跟往年常规一样 是一个传统的销售万机 我们平均的每日的能流量都超过20株 据销售人员介绍 整个窗截期间 前来楼盘看楼的市民乐意不绝 大约有100多组的客户组团过来看楼 整个窗截七日长假 他们的楼盘就销售出了17套 尤其以改善型、大面积的客户为主 今年春节期间 由于天气好 再加上2014年底 国家相计对楼市多项政策的调整 比如限购放松、信贷正式调整 认房不认态 以及降准、降息等 促使不少改善型的客户入场 春节期间 购买140平方米以上的客户比例 比购买小户型的客户多 对于今年的整体楼市走向 他们都看好自己楼盘后续的发展 对我市的工业大平台建设 以及路网建设的完善 给予极大的期待 因为我市楼市健康有序 目前关键是配搭好自己小区周边的环境 从现在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来看 按现在的走向来看 一个就是今年15年300年 还是以价换量 走量为主 所以主要是去库存 本地记者 张直强 张玉报导 新闻播送完 想列的更多新闻资讯 请登陆白风网 3个www.tsbtv.tv 或者掃描关注白风网微信 想看有白风三下 再会 三甲驱至白沙浪南路段 将进行大修 消防主题公园遭到破坏 保护公共设施人人有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